陡峭邊鋪完全沒有樹木 松軟土石上頭還停了兩台怪獸 其中一台目測超過三層樓 若土石鬆動 怪獸可能會隨著土石砸落下來 但底下卻只用三角錐簡單圍起 感覺完全沒有防護作用 難道不怕台鐵事故重演嗎 主要是三面那一塊對不對 如果再鬆軟一點就下來了 台11線34公里處 去年12月因為土石崩落 覆蓋住雙線道造成道路封閉 到現在都還在進行整修作業 但14號當天 民眾拍下怪獸停在邊坡的驚悚影片 明明沒施工 怪獸就停在陡坡上 現場只用三角錐圍起 若發生攤防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有整理出那個穩固的平台 大概寬度有4米 怪獸停放的位置是符合規定 我們會再加強家圍級 或是其他的安全設施 就怕一旦雜重路過車輛 會造成彈重傷亡 太魯閣悲劇才剛發生 也不禁讓人質疑 工程單位難道沒有從事故中 記取教訓嗎 施工的安全措施 還是要做到萬無一失 才能避免意外再度發生 記者劉己嬌 彭新美花蓮報導 記者民進行 記者 網絡 記者 nam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